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江北小王哥 今天呢 咱们在市场啊 又给一位老铁安排了点这个14pro 顺便呢 也给大家分享一期目前这个机器在市场上面的一个二手市场行情 来 这个机器苹果的机器呢 和三星也是一样 它也是分版本的啊 你像这个市场上面有国行的 有港版的 还有一些美版欧版的 借此视频呢 也给大家分享一起这个 各个版本之间有什么区别 以及他们的价格行情是多少啊 咱们今天拿到这台呢 是一个广州的粉丝 让我帮他在市场代彩的啊 这位老铁呢 是一个双卡需求 咱们给他淘的这台呢 是一个 港版的啊 港版和国航都是一样的 双卡双带 全武通5g啊 这个电池效率也是比较高91电的啊 橙色外观也是非常亮 最终咱们是6100帮这位老铁啊 为什么咱们没有给他挑选这个国航版本呢 因为咱们在市场逛的时候 国航版本的没有这么高的电池啊 然后这个外观橙色 也没有港版的这台机器橙色比较亮啊 然后呢 这机器呢 看到没有原装的机器 也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后加工 没有什么打磨之类的啊 国航的机器 咱们没有给他挑到 特别合适的 最终呢 咱们是给他推荐了这款港版的港版也是和国航一样的 双卡双带的 然后呢 借此视频也给大家讲一下 目前这个美版欧版在市场上面的一个行情 美版的机器呢 很多老铁都知道 一年的这个15还有往年的14 都是没有这个卡槽设计的 都是那个采用的虚拟的sim卡 在国内使用的话 必须要去 人为的开孔装卡槽 那种机器 虽然说是稳技术比较稳定吧 但是说它的价格区间 要比这种港版活着是国航的 要便宜好几百啊 美版的机器 实此不是256g的 咱们是拿过在5300到5400左右 然后还有一种机器的话就是欧版的欧版的是原生态的卡槽设计 但是说它是单卡啊 不管是美版还是欧版还是国航港版 都好 iphone的这个iOS系统 它是全球统一的 它是部分版本的啊 欧版的单卡机器的话 咱们市场拿货在5500到5600 当然还有一个最便宜的版本 就是那个美版的卡贴机 有所的啊 那个只需要4000多预算就可以拿下了啊 所以说这个苹果机器也是分版本的 版本比较众多 价格行情的话也是不宜 如果说你们也对这款机器有所感兴趣的话 希望这个视频的话 对你们在购机上面呢 有所帮助 还想了解更多手机行情的 持续关注 每天给大家分享不同的手机出版行情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